新北市校園割警案 今天台北市政府下午召開了 第一線教育人員 與心理法治學者專家的研討會 要討論如何強化 校園的安全網絡 而教育部表示 已經組成了 跨私署的專案小組 由部長潘文中擔任召集人 針對現場老師反應 就算學生帶刀蟹 現行輔導管教辦法 也很難檢查私人物品 教育部就表示 將會訂定校安檢查 辦法的範本 讓教師有執行的依據 國三男學生遭同校男學生 持彈簧刀攻擊不治 整個社會都在問 校園安全嗎 學校能怎麼辦 新北市二十九號邀集 諮詢第一線教育人員 心理法治等學者專家 有校長見請增加 學務校安和社公司人力 我們希望國高中 能夠補設學務校安人力 同時對於這些校安人力 能夠帶來增長連續 新北市代理市長劉荷然說 地方能做的會儘快做 但就以現行的輔導管教 辦法來說 如何在學生隱私間 找到平衡點 需由教育部進行 全國一致的規範 以前我們在檢查書包的時候 它是屬於有第三者在就可以 那現在要求是比較嚴格 教育部表示 已組成跨私署專案小組 由部長潘文中擔任召集人 將訂定校安檢查辦法範本 讓教師有執行依據 讓學校有更明確的定義 來進行現場在老師在執行上面 有比較合乎學校可以來執行的一些 標準作業流程 由於涉案少年從少官所出來 直接返回學校 現行的中介教育 中介教育後的輔導評估 此次會議也有不少討論 新北市退休教官吳玉舟 未受邀與惠 但長期接觸並輔導追蹤 曝顯少年的他直言 現行中介制度幾乎崩毀 吳玉舟說少年法院擇負家長 家庭卻幾乎失能 擇負安置社福機構 涉毒社邦派不敢收 擇負矯正學校成效如何是問號 雖說得從教育著手 但嚴重偏差少年不能丟給學校 應由政府成立妥善機構去協助輔導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 新北台北報導